揭幕战由未免冠军马克威廉姆斯迎战21岁小将周月龙,两人正式比赛交锋并不算多,马叔经历了紧喷的一年之后,又回到前些年维米的状态。 周月龙的单赛季排名第三十三,处于大奖赛资格边缘,本届比赛是至少赢得两轮才有机会压过申请了加利维尔逊,进身大奖赛名单。 本场比赛进程缓慢,马叔多次浪费良机,周月龙更是在攻防两端斗上严重失场。 马叔在第三局空出1-127是全场罕见亮点,其余时间,两人都打得非常吃力。 半场早到取得3比1领先优势的马克威廉姆斯,几乎没有感受到来自周月龙带来的压力,周月龙在下半场才开始断断续续打出向量分数, 不过失误次数也知高不下。 马叔4比2取得在点之后,周月龙才振作精神打出1赶815分,这也是他全场难得一见的精彩发挥。 马叔最终以赶76分锁定胜值,5比3有精无险的战胜小将周月龙,为免之路平稳起步,而周月龙大奖赛希望彻底落空。 相对而言,本时段令两场比赛激烈许多。 严炳涛对正去年年底有反弹之势的马修史蒂文斯,开局严炳涛用1赶113和1赶90分,迅速取得2比0领先优势。 输了风云突变,老将史蒂文斯以同样的表现,连追三局反超比分,并轰出手日最高达干135分。 好在最终严炳涛还是稳住阵脚扭转腿式,5比3反败位胜进。 第四轮,老将乔佩里抽到豪先,对阵排名第88位的山姆贝尔德,不过,这场看似毫无悬念的比赛,差点爆出大冷。 贝尔德在前半段表现优异,打出两杆六十加,并很快以四比一取得赛点。 老佩里绝处逢生,在下半场几乎没有给贝尔德任何上手机会,连下四局完成大逆转。 晚间时段则是冷门叠爆,重子选手莫飞,霍金斯双双出局。 前者在与老将爱伯顿的全世界冠军,直接对话中三比五不敌对手。 已经在开始考虑未来的魔王打出了一杆破板和两杆六十加的完美开局。 霍金斯则在三比一领先的情况下,遭到台团著名神经刀尼尔金斯的逆转。 前半段打得顺风顺水的霍师傅,在第五局遭对手一封绝杀之后崩盘,最终,决胜局不敌尼尔金斯,才在一轮游。 而尼尔金斯,仍旧保留着进军大奖赛的希望。 另外,刚刚夺得大事赛冠军的小特,连胜脚步不停,他也延续了自己经济质用型的打法。 只打出两杆五十加的小特,仍然五比二轻距离行,离行在第六局曾空出一杆破板,成为全场唯一高光时刻。 而90后领军人凯伦威尔逊,以同样的方式五比三,祭拜打出一杆破板的麦克劳德。 赛事预告,今天下午到明天凌晨,将是本节赛事唯一包含三个时间段的比赛日。 北京时间十七点,二十二点时段,分别进行首轮于下八场比赛,明天凌晨三点十六进八的前四场。 比赛开打,中国选手肖国斗,将在十七点时段登场,而丁俊辉和袁斯俊两人,则在二十二点同时亮相。 一月三十一日十七点三十二,这十六肖国斗VS瑞恩戴吉尔伯特,VS沃拉斯顿沃顿VS塞尔比一月。 三十一日二十二点三十二,金十六西金斯VS原斯至利索夫斯基VS杜安琼斯奥布莱恩VS丁俊辉。 罗伯逊VS马福林宾汉姆VS其女罗伯逊,二月一日三点十六,金巴马克威廉姆斯VS乔,佩里艾伯顿VS威尔逊尔金斯,VS马奎尔严丙饼韬,VS特鲁木普。 您可以通过巨星在线,用户以及中国体育,这部TV观赏比赛直播。 以下是2019德国大事赛详细。